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出售年饼的业者都必须要在年饼贴上卫生部规定的标签 那会不会影响一些家庭式自制年饼业者的一些收入呢 那宾州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郑来星日前的时候就表示说 要求这些售卖家庭自制年饼的商家们 必须确保年饼有贴上符合卫生部要求的标签 那如果违法的话可以被罚款3500令吉 还有就是你的成品会被充公 这是一项不讨好也引起不必要麻烦 增加这些所谓的连中小型企业都不是的 微型企业成本的一个措施 可以预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这些反弹 以及业者的这个反对 那么也成为了反对党攻击西蒙的一个弹药 果然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胡东强 还有宾州马华主席陈德卿就轮流炮轰 指着说西蒙政府太不尽人情了 甚至以贪钱来形容西蒙政府 因为这些家庭自制的年饼业者 一年只赚那么一次丁点的额外收入 那么西蒙政府不应该开关引号赶尽杀绝 这些家庭式的自制年饼业者 收入其实是很微薄的 那么仅靠一点点的这一些收入 如果还要缴付3500令吉的罚款的话 那么他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胡东强就认为要在年饼贴上标签 并没有不妥 只是此举会不会对于一些家庭式的业者来说 太过于苛刻呢 他就说郑来星应该扮演 为家庭式制作今年饼的这些业者 请命要求卫生部还有贸销部手下留情 而不是动不动就要取缔新年饼的这一些业者 他说如果要求一般的私人公司的业者来说 他认为是合理 那尤其是标签是需要公司的商标号 那很多华人的家庭呢 其实都在家里自己做年饼 如果有多出来的就卖给左邻右舍 难道这样也要申请商业注册吗 他说难道这样也会被重罚吗 这里陈德青呢 则非常不客气的说西门政府是贪钱的 因为许多华外商家开始 轰制这些年饼 希望能够赚取额外的一点点的收入 同时也散播新年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不料却面对这一种可能会罚款 或者是警告的一些措施 不过卫生部要求商品标签 则包括了要注明这些产品的来源 食品的原料 重量 保鲜器 制造公司的商标 以及他们的地址等等 卫生部也要求在标签上 注明含有牛肉猪肉或者猪肉 以及是否含有酒精或常见的过敏 食品原料等等 这一些呢 对家庭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说 一年才做那么一次 如果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要列在里面的话呢 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讲说 加重他们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压力 同时呢 陈德青也不明白 为何卫生部要插手 猪肉或者是猪油之类的这些成分呢 OK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啊 郑来信就有重庆说了 他自己的言论呢 其实是针对凡在市场上架贩售的一些食品 都必须要贴上呢 这一些著名制造商 还有食品成分等等内容的标签 那自制年饼或者是年高的人呢 如果只是卖给朋友 并不是要上架呢 就是贩售的话 就不需要贴上卫生部要求的这一些标签 那另外 除了滨州卫生局的食品组 现在呢 连滨州的贸交部呢 也会取缔没有贴上标签的一些高饼的制作者 不过呢 那主要的对象是大量出产的一些厂家 或者是进口商 因为呢 他们早就已经熟知了这条条关 那至于一些季节性的制作者 像是一些家庭室的话 就可以暂时豁免被对付 好了 这个贸交部的这一个指令呢 暂时相信能够缓解这些家庭室制造者 所带来的那些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这些售卖年高呢 其实都是家庭企业 就是我们所称的 Cottage Industry 政府应该以深缩以及灵活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他们不是中小企业 连微型企业都排不上名 他们只是家庭的一种企业模式而已 如果硬要采取管理中小型企业的那套标准 套在这些微微小小的家庭生意之上呢 必然会扼杀他们的发展空间 试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路边趟 路边趟买那些伦马 或者是买一些闺魅 也要求他们展示 你的卫生部食品的标签在哪里的话呢 那么这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这不应该是政府优先关注的重点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蓝主编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